不得了了,太炸裂了 18岁的美国苗族姑娘在东京奥运会上拿了金、银、铜三块奖牌 而且人家还是一个高中生 这一届00后太强了 可能有人就不开心 你怎么还给人家美国人喝彩 这个视频有点长,请安心看到最后 首先,美国不像中国 运动员有国家训练买单 他们的运动员大多都要自费来聘请教练 而苏尼莎则是来自迷尼苏大州的一个普通重组家庭 家中还有五个兄弟姐妹,经济并不富裕 这里简单科普一下 欧美苗族是二战时期受战争影响 从老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移民过去的 而东南亚苗族则是明清时期 受战争、灾人灾害的原因影响 从中国迁徙出去的 他们和国内苗族一脉相成,语言相通 毕竟千辛万苦 分布在世界四大洲十多个国家 每年还经常回中国寻根问祖 而我们的主人公苏尼莎六岁起 就表现出了极高的体操天赋 季妇还给她DIY了一个平和木马 让她在草地床垫上练习 后来发现家里已经满足不了这个爱蹦搭的小姑娘 就倾尽财力把她送去专业学习这门昂贵的运动 在苗族社区的团结资助和她坚然不拔的努力下 16岁就成为了首位入选美国国家体操队的苗族女孩 过去的17个月 对苏尼莎和她的家人来说 可谓一波三折 非常的不容易 2020疫情期间 家中两位至亲因新冠去世 而她的脚更是不幸受伤 2019年全媒体操锦标赛前一天 父亲因意外胸部一下瘫痪多处骨折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 这个少女以惊人的毅力 背负着家族的希望参赛 并斩获了继军 在后来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 更是赢得了团体冠军 媒体纷纷称赞她 为了爸爸赢得这枚世界金牌 疫情之下 全媒一直充斥着亚裔和种族歧视 面对多年来毫无理由的仇视 她也下定决心为自己的族裔奋力一国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 苏妮莎的高低杠技能 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高能的动作 她也凭借精英的表现 第一次参加奥运 就赢得了一枚体操权能金牌 一枚团体银牌 一枚高低杠铜牌 成为了首位获得奥运冠军的美国苗族人 她的参赛和夺冠 无疑是美国苗族群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就 她的亲友们都感动哭了 8月3日晚 中国体操队管陈晨赢得平衡木金牌后 苏妮莎也变身她的头号迷妹 和贝尔斯一起为她送上了温暖的拥抱和祝福 这一幕也感动了世界网友 事后她还发合影说 我太喜欢她了 苏妮莎为我们展现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为你点赞